各位同学,大家好 昨天早晨 我们讲孝子 这个字的含义做了一个简单的报告 这个字的含义无限的升广 它是时空发现一切众生 一个大宗持法门 也就是说 横辨设法 数穷三计 都包括在这个符号之中 佛法就从这个地方建立起来的 所以佛法 一笑开始 还是以笑为踪迹 祝福菩萨教人 无非是尽孝行孝而已 所以在敬业三福里面 第一个字 就教导我们 效养福 这是教导我们 我们要行孝 敬孝 从什么地方落实 从孝养父母 落实 然后扩大到 然后扩大到 效养一切众生 菩萨借经 世尊 您不要告诉我们 一切男人是个父 一切女人是个母 这是把这个孝养父母 扩大 扩大到虚空发界 那才能尽孝